非常歡迎大家進來參加高中課綱調整的座談會 在寒冷的天氣 而且元宵節剛過後 很高興大家能夠聚在一起討論 台灣最近爭議很大的高中課綱調整的問題 然後我們今天邀請了五位學者專家出席 大家手上的資料可以看到 這幾位專家對這個問題 不但以往有滲透研究 而且最近有幾位都在媒體上發表了相關的文章 所以我就不耽誤大家時間 我們先請這幾位傑出的學者 先對這個問題對大家做個引言 然後我們首先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教授兼主任秘書 周志宏教授開始 謝謝 歡迎高中課綱回答一次問你 我之前也在城市裡面有一篇短短文章 因為自出限制 有一些地方沒有去說明清楚 我今天就要是做一些補充 通常那如果在文章裡面有其他參考文章 那因為這篇東西也花了一點時間 但是還沒有辦法寫出來 所以我先提供一個大綱給大家 那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現在談客綱文章 客綱它基本上涉及到教育內容 那關於教育內容的決定 它是對於受教育權的實現是有重大關聯的 所以如果我們從重要性裡面來看 關於基本的實現有重要關聯的這樣的一個事項 基本上應該是屬於法醫保留的事項 甚至某些事項肯定應該是國會保留的 但是呢以我們目前的法治來看 先排除那個高級中等教育內容 因為它在今年8月1號才這個實施行 就目前的現行法治上來講 不管是高級中學法還是職業學校法 對於課綱的規定都非常的 法治上是非常的簡略 那領導這一條提到 那提到的部分可能也會涉及到說 它到底算不算是一個 訂立法跟命令的一個授權的規定 這個在教育部跟目前的學界 一些看法並不是很明顯的 但是無論如何 課綱涉及到教育內容 當然跟受教育權實現 甚至跟教科書 他的編寫者 他的出版者 他的著作自由跟出版的都有關係 因為它涉及到將來 課綱正常是作為教科書審查的一個基準 一個依據 那教科書能不能作為教科書使用 關鍵的在於它能通過我們現在 審定一次這樣的教科書的審查制度 另外像教師的教學自由 一般講學自由也可以 那老師在教學上 他會不會因為課綱的限制 那課綱如果有法律效力 那教師如果依課綱來重新教學 會不會有違法的問題 違反教育法律 請責重蕩 甚至是可以解聘或不去聘 最嚴重的狀況 當然如果他有這樣一個法律拘束力 那老師的教學是有啟齊的受影響 另外一個就是私人的心血 私人辦學的時候 他有沒有他形成他自己 學校辦學的課設等 這樣的一個自由空間 那課綱本身所做的 課程內容的限制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辦學自己 特別是另類的 另類的學校 都是依照課綱進行的學校 我目前來講 好像我們現在的反應上 對於另類學校法則是比較寬容 因為照現在的授權規定 屬於另類的學校法則是可以不受 尤其是學校做教育實驗教育的學校 是可以不受課綱的限制 這個倒是在這一次的辦公室教育法 裡面的理想要可以提到 其實那種另類教育的學校法則是不受課綱 但大部分的一般的學校是要受課綱 課綱的一個局數法 再來 因為它涉及到這些基本權 所以它必須要符合法律保護原則的要求 要有法律或法律授權的法律規則依據 但是這裡所談的 要有符合法律保護原則要求的部分 是不是課綱的全部呢 我想對於課綱如果有了解的 你會發現課綱是一整本 如果把它全部合起來出來 它是一整本 它的內容有總綱有所謂的領域綱要 或者是其他的課科的綱要 它基本上是跟一般我們理解的 命令的形式是很不一樣的 那所以呢 其實原來最早的課綱是叫課程標準 課程標準 老實說它的存在的時間是 遠遠比中央法律高等法定的要來得著 所以過去沿用的課程標準 後來課程綱要 不管是如何 這個教育規在紙張它是一個 為了學術的專有名詞 所以它不是法律規定的名稱 這也許一開始這樣說是有道理的 可是讓我們也知道 因為中央法律高等法定定之後 國民教育法是一個 法治中央法陸陸續續才定出來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個時候中央法律高等法已經有明定 使用剛要名稱 標準名稱的其實是 中央法律高等法規的法規名稱之一 那當時立法者有沒有去完全不考量說 中央法律高等法規定 我覺得這還是需要做一點研究探討 也就是說當時立法者是不是就承認 它是一個專有名詞 至於不需要照法律規定的定定程序來進行 來完成那個程序 這當然是一種必須要去探討的問題 因為不是很清楚 那但是呢 這個剛要本身 它涉及到的規範內容裡面 有很多確實會影響到我們的基本權利的部分 舉例來講 我要學習哪些領域的課程內 時數多少 那安排的這一個週收課結束多少 那個其實會影響學生的受教學 也會影響老師的教學資本 也會影響學校的辦學資本 那這些很多項目本身呢 其實如果沒有法規的效力 它是等於就沒有任何居數率 所以國家的課程不可能是一致的 如果完全都沒有居數率 大家都可以只參考 那完全都沒有一致性 那如果是要有居數率 比如說過去曾經路上發生過的爭議就是 到底國小英語要在幾年級開始上 那如果有居數率 那大家都是一樣 通通最早是五年 五年級 現在三年級 可是如果完全沒有居數率 那從一年級上也沒有問題 那所以當時就是發生一個爭議 然後地方政府說 我要提早上科學 那這個就涉及到說 課綱到底要不要有居數率 這個居數率是不是是課綱的全部 還是只課綱的其中一部分而已 老實說如果課綱 現在大家如果看到90萬課程綱要 或是最近剛公告的那個12年 一般課程綱要的總綱 或者是高級中學的 目前的微調的這個課綱 如果所有的內容都具有法規命令的居數率 那不得了 所有人動輒得救 因為他規範太細了 細到任何人 只要不是照他的規定 好像就違反法規了 那就有違反問題 違反教育法律 所以這個部分必須要去區別 那我個人是認為 課程綱要 要區分總綱跟 我把它簡稱叫分綱 分綱完全不應該有居數率 總綱某些部分應該要有居數率 涉及到 比如教師授課史數的問題 學校課程 還有英修多少學分才能畢業的問題 這些是要有法律居數率的 如果你完全認為它只是行政規則 那有可能 你就沒辦法去居數高中畢業生 他要幾學分才能畢業 那個成為畢業資格的群 那你就只是一個參考用 像如果有居數率 那你沒達到那樣的一個 授課學分數你就不能畢業 這樣才會產生一致的居數效果 所以課綱本身 是不是整本都應該要有規定的居數率 有任何股市 而且如果要有也頂多是總綱的部分 總綱也不是全部 因為現在總綱也是像一篇文章一樣 寫得很漂亮 但是內容很寶寬 但是真正跟我們的學生的收教權 跟老師的教學 自己跟學校的辦學自由有關的 其實只有幾個部分 那是最重要的 那幾個部分 如果你認為他沒有法規區輸入 那就好 那就算了 但是要有法規區輸入 你他也只是定原則 或是最重要的那些 跟權利義務有關的部分 他要有法規定的效率 所以其實 如果真的我們要法規特幹看成 是具有法規定的效率的話 他應該在抽中間抽取 最重要的一些事項去做規定 但無論如何都不會規定到什麼 用語 到底是殖民 還是日本 日本 我們是世代還是日本的殖民 這種東西不應該出現在法規定 因為它是具體的東西 他就不再是抽象了 人則或人權義務直接有關的部分 那再來 目前課綱之所以會繼續存在 主要就是因為他涉及到學校課程的安排 教師的課程 教學時數的問題 教課書的審查 考試的命題 因為我們太相信考試 考試要有命題範圍 所以要有一個課綱當作命題範圍 可是大家也知道 這個縱算式命題範圍 它也不需要詳細到說 是一個標準答案式的課綱的內容 它只要基本隨便這支範圍定出來 命題範圍能夠確定就好了 至於怎麼寫才是對的 這個應該不在那個範圍內 所以有關於那種具體的陳述方式 論語等等 這些如果把它當作是一個考試命的道理 本來一定會涉及到非常重大的真理面 我們知道差異體可能影響學校的選擇 以後遵送會不斷 因為到底我這樣寫 你能不能夠分數 能不能算分數 到時候都會變成是遵送的 所以課綱不應該去做這些事情 那如果說我們真的有課綱有保留有必要的話 我也覺得課綱已經區分兩部分 一個是要有法律居書力的部分 所以根本直接會影響基本權力的部分 像過去曾經爭議過的就是說 如果他是法律拟定 依照周圍法律要送立法院 那送立法院就會是個大問題就是說 立法院會審查審查法律命令 如果看他有沒有逾越授權範圍 有沒有這個不符合原來授權的目的內容 那因此呢老實說啦 你提名立場執政人時代 就主張說他不是法律命令 你也不想送立法院 那現在也是一樣 也是主張他是行政規則 不是法律命令 不用送立法院 其實他所要避免的都是 因為現在課綱內容太細了 所以你只要送立法院一定炒過 那個涉及到那個價值判斷爭議的部分 會太多根本會 那甚至呢 國會的多數他就直接利用他多數的暴力 他也可能去直接影響了內容 可是如果大家如果有看現在十二年基本 這個十二年課程的綱要裡面 那個總綱的內容裡面 其實很少涉及到我們現在最近在爭議的那些用語 唯一有一條會有爭議的就是 中國文化基本叫做要不要列入必修 要不要列入固定必修 但要不要列入固定必修 影響到學生的受教權 這個部分要不要有法規矩 我覺得應該要有 什麼科目要討論就是要經過國會的討論 但他討論只是科目 至於科目的具體的授課內容 那不應該在法規矩的效應裡面 他應該讓專業去形成 一旦領域確定了 科目確定了 他具體內容由專業去發展 他只要是一個參考性質的 甚至我們有人說是行政指導 我就連行政指導都不必試 那他只要是參考 要由所有的教科書 並且自己去編 我只要在你那個學科所必要的知識範圍 基本的學科能力範圍內 我可以自由去編輯 然後再有學校去選用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是尊重我教學的專業 他不需要國家去介入 所以如果說以現在的課綱來看的話 總綱裡面的某些部分 他可以具有法規矩的性質 否則你不然就乾脆就空中再考 那如果不要的話 這個基本上那個教學課程內容 一致性就會解決 但是這個可能要區分 國民教育階段也有我們期待 國家所提供的教育 他基本上的那個教育內容有相當的一致性 那這個時候他可能需要有一點法規的效力 不然是法規命還是行政規的至少國立 公立學校要受到拘束 這個基本上是可以了解 私立學校要不要限制都可以討論 但是如果是高中 高級中文學校一張課高 我認為那個根本不一定要有一致性 甚至讓他多遠 因為高中的課程教學內容是要應付 他要嘛就是就業的需要 要嘛就是升學需要 升學就是看大學要什麼人 大學要的人才他自己去挑選 他可以決定他需要什麼樣的一個 具備什麼樣的能力的人來進入大學 那如果將來統一的考試 不管是學測或指定中的考試 這個比例越來越低 甚至將來甚至可以完全不需要的時候 因為課綱其實就沒有存在必要 因為他只要作為一個定題範圍 考試出題的依據而已 現在考試還不能針對某一個特定的 課本裡面的獨有的內容去出 那怎麼可能需要去有一個 這麼詳細的一個課綱在那邊 那只要無額大學所期待的 學科能力的標準一個知識範圍 他去定就可以了 不需要定到說幾年級上什麼 然後這個順序是什麼 然後用語是什麼 這個基本上在高中以上 那根本就是不需要存在的東西 那我有稍微列舉一下 因為我比較擔心的法輪就是課綱的調整 如果課綱連九年一般可能剛剛都下都只是行政規則的話 那根本拘束力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說出了教育部或教育部所屬機關的大名 國益協助大名 地方政府是可以不受拘束的 因為他只是一個 教育部所下的一個行政規則 他只能拘束他的下級機關 地方政府也跟我們都講不是教育部的下級機關 除非他說你地方政府不依照我中央的法令 那我就扣錢你補助管 那時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嚴格講他沒有直接對地方政府 以及地方政府各學校的直接拘束力 那這樣的話還OK 反正沒有拘束力我們參照辦理 唯一會影響就是命題範圍 他是命題範圍 學校基本上也要符合命題範圍去提供內容 家長才安心 學生才安心 所以學校老師學校會被牽著走 這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老師如果願意 他也可以自己去編補充教材 也可以自行去提供教育的內容 他也不需要照他課綱的一字一句去從事教學 我覺得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尤其是他如果沒有被認為是一個法規定 他沒有違反教育法律問題 會影響到老師的誠心考核等等 不會被解聘提聘不需聘 那老師大可以行使他的教學自由發揮 不需要收課的限制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現在的高級中等教育法 其實它跟相對於 他對課綱的規定是細緻很多 即使是課綱本身是行政規則 但是因為他在法律上面就要求 某一些事情是要依課綱來做的 所以課綱的法律基礎是來自於母法 而不再是課綱本身 所以問題是出在高級中等教育法 而不是在課綱 課綱本身另外 同時教育部一直主導 它只是行政規則 但是另外還有法律處理它更高的居數率 就是母法本身 那我隨便舉個例子 比如說過去職業學校它的分類 它的分類它可以在沒有訂定課程標準的 這一個法律裡面就去做新的分類 只要它進步都按外面去 也就是說課綱不會妨礙新的課程的類有出現 但是反過來 如果依照現在高級中等教育法的規定 它的類是需要依中央國人來定的課綱 換到要先課綱要修你才能產生新的類 那以職業學校來看 職業學校要應付社會環境經濟的變化 很多新興的科別產生 你反而要經過很長的程序 需要課綱以後才產生新的類 這個是無法因應社會現實的需要的 即使是現在已經嘗試去定高級中等學校的 那個群科類別設立變更提辦辦法 可是光是那個程序一跑完 就要一兩年的時間 所以職業學校的那個類別科目的調整 是很難跟得上那個時代 那這就是課綱有可能造成某些妨礙的問題 另外就是這些學校實施課程等等 這個也都要造課綱 那畢業的因修學分數 過去沒有特別提這件事情 可是這一次在46條 高級中的學生應該依照課綱修 必他因修課成為學分成績 那更明顯把課綱的效率是用無法去規定 那這個其實這個效率還蠻強的 也就是說規定180個學分比如果沒有到 其實就是我們法維法就不可能畢業 你的彈性是他一定定下去的彈性就很小 所以課綱本身這樣一個法律局 哇 我們需要嗎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一次高中課綱維法 他根據的是原來高級中學校 可是新的高級中學校的課綱 是要8月1號生效以後 他才能去定位 那從舊課綱轉換到新課綱 雖然組織上方先做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國教院 他原定生理免課的基本綱要 他就是用國教院的組織跟教育部 他用這個行政命定的組織去調 可是課綱的適用 是高級中學法的課綱要用到106年 那這次修是修到104年開始 可是這個效率 余後效率也好 因為高級中學法如果廢了 他還要繼續照原來高中法授權定的課綱 去實施課程 然後一直到12年以後課綱 確定能夠用新的 這段時間 那那個法律依據在哪裡 其實高級中學校並沒有去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就課綱繼續沿用這件事情 其實沒有在法律授權的方法 我覺得這是一個疏漏 但是這也是這一次修改課綱可能知道的問題 所以我提一個疑問就是說 那如果高級中學校廢了以後 以高級中法定的這個 原來就有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還能繼續用嗎 他有沒有拘束力 那如果沒有拘束力 因為他就照舊課綱 他其實沒有明確的拘束力 就像新的高級中學教育法 課綱的拘束力那麼強的話 那大家是不是有點不用 如果可以不用 那其實討論課綱綱的一條就好 就沒有影響 那如果有 那就是大問題 所以我基本上覺得說 那課程綱要 一定要在細一步的區分 就是總綱跟分綱要分綱 分綱完全是參考性質的可以 總綱要有一部分具有法律應的性質 那是哪一部分 這應該要大家來討論 哪些是涉及到基本權力的 最後最後就是有關於訂定的程序 我有簡單列幾點 那我是覺得說 只要是部長核定這一個課程的 不管是發展或是審議文會的成員的內容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政治決定 因為他決定人 這次就是出在人 決定人 人就會決定他後來的 各當審議的結果 所以如何讓部長本身這樣一個核定權 會受到限制 甚至讓他授權出來 他部長自己就要去做決定 讓專業團體公民去形成組織 然後去決定程序 這個基本上我覺得是應該未來可以思考的 而組織跟程序 因為涉及到基本權力 我是覺得他也應該 因為他決定內容會設定 他的組織跟程序 也要符合法律法的原則 現在高級中文教育法 只有剩下課程的審議文會 他有法律做權力 其他前面的發展的 這個都沒有法律程序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應該可以解決 我們先講這個節目 歡迎